好,各位同學,我們開始回42條 上一課我們講到哪裡呢? 上一課我們講的位置就是講到 當x-intercept是L的時候是2倍於y-intercept的時候 我們就會厲害 我們就假設y-intercept的長度是A 即是高度是A 因為它是正數,兩個都是正數 所以我們可以說x-intercept是它兩倍 於是我們就設定了它為2A 設定了這兩個有什麼用呢? 就是方便我們找座標 因為x-intercept的座標可以叫做2A0 因為它高度沒有上,所以2A0 y的座標是0A,它的高度是A 於是我們得出了這個結果 由預示者當這兩件事做完之後 我們要做的東西就是 我們會計算slope和point 因為我們寫了equation of L 第一件事,我們的slope怎麼算呢? 其實有三點,我們拿哪兩點呢? 對不起,這次slope我說明是有限制的 因為你會發現如果我可以給你三個看 那你就會知道為什麼還是會選那一個 我們可以選2A0 這點 就同意,例子2-0 over 1-2A 這是其中一個想法 又或者是我們可以用slope 我們用另外兩個都是A的考慮 就是A-0 over 0-2A 還有一個什麼想法呢? 當然只剩下一個10A 還有這個叫做21 就是A-2 over 0-1 你會發現得出來的結果就是 這個會等於2 over 1-2A 你會發現有一個未知數起到 我們再下一個 這個等於A-0 over 0-2A 這個就等於A over負2A 很漂亮,因為兩個A可以讓它離開 所以答案我們會叫這個做-2分1 記住約完的過程分子是有一個1起到的 記住1起到,記住上面分子有1 不要寫到-2做答案 最後一種叫slope就等於A減2 好了,三個給你選擇 如果我要你寫,你覺得用哪個最好呢? 都不用考慮了 當然是用個全數字 一定不會用個有未知數的 因為全數字這個是最好的 這兩個呢 除非我們有其他東西也知道的答案 否則我們就不用這兩個 我們索性就只用這個 那用這個有什麼特點呢? 我們這次沒有用1,2那個 而我們用了兩個都有A 然後發現剛剛好兩個都在上限角角度A 去處理這個問題 於是我們就選-2分1這個去做 那座標我們找一個equation of L的時候 那我們怎麼處理呢? 那就是那一句 y減什麼,over x減什麼 等於什麼 那斜率我們剛才剛剛選了 負2分1 我們不選其他 因為另外兩個有A 這麼多未知數很難計 用完整整數 那左邊也是 我們選擇左標 我們選個數字 還是選個有A 那當然是選數字 所以我們就選2,1,2這兩個左標 那就好過我們計算4 於是全數字剩下y和x就好計很多 於是我們就y-2,over x-1 好,2分1那裏請你決定跟4一邊 那你喜歡跟上面跟下 我就跟下 為什麼呢?因為上面是1的話 第一件事如果你負1 通常很容易成錯 所以我們通常先跟上面 負2y-2等於x-1 那就負2y加4等於x-1 調過去x加2y-5等於0 那我們就做完這條數了 所以其實跟我們框住花花紋的雲 你就不要用了 還是需要用長方形的flop方法 去處理這條問題 那就很容易可以解決了這條數 這條就是最後一條我們去處理 所以跟我們記住 每天第一次做這條數 我都會撞板 我都未知確定用哪一點 不過剛才示範了給你看之後 你就明白 原來其實在這條數裡面 就用了兩個都是未知數 你們是會容易去處理 也會容易解決了你們的問題 於是這條就是最後一條鑽石題 42點其實不是很難的 如果你以為一個差你們的地方 就是你們有沒有夠膽 選兩個完全純未知數 去找個slope 然後懂得約 如果你夠膽選而知道可以約 那你們就明條數怎麼計 這個就是他鑽石題畫的地方 好 在這裏停一停 我停一分鐘 讓你們整理回答案之後 我便會用回lux 我們便會用回lux 所以不請你們注意 我會用回lux 這個powerpoint 我會在之後 放在你們的google password裡面 這個我會下載給你們 放到google password 讓你們知道 其實原來做某一類人 就用這個方法 做另一類就用這個方法 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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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茶 喝醉了 我打醉 的 喝醉了 小脂 喝醉了 喝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位置我们先完结这个部分 暂时我们可以完结了什么呢 我们学了Point Slope Form 我们学了Slope Two Point Form 我们学了Slope In Set Form 学了一些Special的 同学们以为我会教了E型 和General Form 但我说我不会教的 正常来说General Form 我留在最后再说 因为它的难度上没有那么复杂 但有一样东西因为你们会常用 所以我一定要先教 和你们要稳定 和今个星期我会有功课 会在星期三要教 所以学们请你注意 我会在星期三要教功课 所以特别要注意 第二件事 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做一个叫Intersection 我会跳了General Form 我之后才会更快 我先教了一个常用的 同学们如果可以 请你打到18页 Noxy Page 18 Noxy Page 18 我这一套就要放大一点 因为其实这样 不要放大大 我们有一个Page 18 请你们先揭去Noxy的第18页 Please turn to Page 18 of your notes that I've given to you This is Chapter 4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这是第18页 我会做一点点讲解 其实这个东西 各位同学 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没有 阿长我不想记得 不知道是什么 我想告诉你们 这件事是什么 这件事是你们FORM2学过的 我FORM2何时学过这件事 不过当时的样子不是这样的 当时的老师 其实教过你们这件事 通常他会给你什么 就说 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想解决这个XY的数值 按一下 看你们的功夫 看你们的功夫 好像缩小一点 有好处 缩小一点 容易讲一点 同学们 现在我有两个这样的数值 如果我想问求你X和Y的数值是多少 这个就是你们FORM2的老师教你们做的事 好了 在一个老师的做法里面 或者教授的过程里面 他会教你有三个方法 可以处理了这个问题 不是他的 是 有没有印象呢 同学 是 同学们请给我一些反应 有没有印象 有的请你答 是没有的请你答No 我纯粹看看你们 是 学整点 然后我和你认识多少 我要看下 决定我和你教多少 给你们 是的 因为我要知道你们大概学了多少 还有 我要补回多少资料给你们 好 暂时三个都Yes OK 四个都Yes 好 我假设你们有印象 所以我就很Roughly 我和你们说 究竟你们怎么学 和学了什么 然后我就跳下去继续讲 第一件事 同学们请你留意 在第中二的时候 我们是教你如何去计算 这两条公式 去刷两个明知数 通常我们是有三个方法 但你会发现 图诗里面写两个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图诗里面 其实他写了两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algebraic member 是代数式的方法 他就给了你 其实是修了两个方法 可以做的 你们第一个方法 正常来说 我们会用graphical method 这个是很多同学不记得的 一会儿我会讨论 一点点 如果不是 你就叫救命 一个叫graphical method 第二个我们学过的方法 就叫做methods of substitution 这个也是代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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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方法 我们经常用的就是methods of elimination 只限这类型的题目 才可以做的 是否不行 methods of elimination 叫做消远法 这个目的是做什么呢 三个目的都是一样的 下面两个目的都是一样的 目的就是要令到其中一个未知数消失 而令到你容易计数 好了 但是各位同学 我主力是先讲graphical method 因为这里我只是讲graph 在图里面 所以我们就要讲个图解法 其实代表什么 图解法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会见到在那里 我们的looks里面 第十八页 你会见到我提供了图给你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当年中二的数学老师 他会这样教你们的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有两条线 就是x加y减4等于0 好了 第二条线就是x减y减2等于0 那图解法是怎样找那个答案呢 各位同学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很简单的 你们第一件事 你首先不用理他 首先第一件事 先写一条公式 等于0 然后画一个table x y 要画三点 不要画两点 为什么不要画两点呢 因为 这三点应该要连做一条直线 如果你画两点的话 万一其中一点你计错了 他都会画一条直线 但是你会画错线 如果三点你有一点计错 你会发现条线是会截了 就不会是条直线 那就是你有点计错数 你就可以查到你自己为何计错数 所以每次做这些数 我们画图 通常性是要你代三点下去的 那阿sir 怎样选择那三点呢 我会告诉你 没所谓 代哪点都可以的 找一个你容易计数的 代下去就可以了 举个例子 你说阿sir有什么数 要不容易计啊 最简单 现在阿sir我看到 我觉得0容易计 阿sir 如果x是0的时候 我们代下去 y就是4 又如是者 我觉得代过y是0 是容易计的 那你就代过x是4 4加0减4就是0 还有什么数字容易计啊 x和y都是2 2加2就是4 那我们代进去就可以了 你说阿sir 其实问题有没有限制呢 没有限制的 选择三个你容易计就可以了 你喜欢1又可以 3又可以 5又可以 7又可以 9都可以 100都可以 不过我们不建议100 因为100很远 你条线没有把间式那么长 画到那么远 你玩-1可以吗 可以 你玩-4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只要你的数换下去 -4 的话 麻烦你代回y是8 那我就不说你错 那就OK了 那完事者呢 将三点入面0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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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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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樣做的,又是那句選擇容易代的點 我們不是去挑戰自己,我們不是說 一,我們沒有限制的,代什麼點都可以 各位同學請你記住一件事 很多同學很困擾的事 很多時候就卡在這裡喜歡的同學 糟了,我代什麼點,點點都好像不行 我應該選哪點 我告訴你無所謂,你代到就可以 還有最重要是選擇一些異畫 何謂異畫呢?各位同學很簡單 你代個零下一定是異畫的 x是0,y是負2 正常來說整數就是異畫 我們選整數的組合 如果反過來代為y是0的時候 x是2 最後一個當然是我們隨便代 以後二計的就選擇x比較大 4-2,4-2 於是我們這三點,下面這三點出來 我們打這一點,立刻畫那條直線 免得兩條直線撈亂 如是者整個graphical method就是 我們找了這兩條直線的雙膠點 剛剛好一個是3和1 其實同學們,這個就叫做intersection 中文 雙膠點 其實這幅書暫時 在這裡想教你們的東西 找到雙膠點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同學們我們計算了個答案 因為你要明白,如果你記得我們開始這堂教理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有一點 我們竟然找到這個雙膠點的實用 同時這一點又在l1上面 又在l2上面 那還不是 他們最終的答案 我們計算x就是3 y就是1 這個就是唯一的unique solution unique就是唯一的答案 能夠符合兩條線 那我們就透過圖解法 就去做到這件事 好了 講一次數是不是隨便帶下去 聽不到 可不可以講慢一點 講一次 數是不是隨便帶下去 對,真的隨便帶的 你喜歡的就有個5下去 你說5-3他都不會錯 因為5-3在這裡 如果你舉個例子下面那條線 你帶5-3 這點就是5-3 一定穿過的 是不是 所以沒所謂 最重要的是3點 容易畫的就可以了 不過你放心 上到中四 我們不會叫你畫的 同學們下一個問題就問 上到中四要做什麼 中四是調轉的 他的問題是會這樣問的 各位同學 我們上到中四 你想想我們教了你那麼久 做了那麼久的題目 我們有沒有那麼好死 給你那些格子的指令呢 答案當然是 不要啦 我是不會給格子指令的 我不會給你數格子 我不會給你畫線的 那我想考慮什麼呢 我們現在的題目就好像 這條 例子的 例子的 我們會問你 我給你兩條線 這樣打個交叉 然後我就要問你 A這個雙交點 是多少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正統面對的 提形 就是你下面Example 14有個圖 它沒有格子指的 它又沒有點的 但你知道其實這個 點的答案就是 兩條直線的equation 相交就是 於是我們的腦子就會想 如果我們找得了這兩條equation 是什麼 我們就用Solving Equation Form 2教你們的方法 去處理了它 那麼我們呢 就可以算到A的座標了 那阿Sir你在說什麼呢 現在講了 現在示範了 我們其實就是簡單一句 我們偷計用了什麼呢 我們偷計是用 Algebraic Method裡面的 Substitution 和 Elimination 就是我們用代數的代入法 和消源法 去算回這個答案 好 很多同學第一句 下一個問題就會問我 阿Sir 計算機法行不行 答案 絕對 可 以 公開市是讓你進入 計算機法 進入答案 請你們 入了顏色 未入顏色 但你入顏色的時候 記得要看清別人的要求 你進入那條公式 它是怎樣待 和怎樣做 小心 如果公開市要中間的步驟計算機給你們 我會提醒你們要做某些動作 OK 所以你自己搞清楚 好 第二件事我們要做的 我們究竟怎樣做呢 我們先做了Example 14 給你們看 Example 14就是 典型我們想你們考試式的題目 第一件事在Figure裏面 我們有兩條公式L1 是2x-3y-19等於0 畫了給你 你們計算到了 L2 就穿過了 負4 over 3 是Example 14 即是說簡單講句 同學們很快手地寫下去 這一點 其實即是負4 over 30 下面的Intercept就是02 0負2 說錯了 0負2 兩點 當我們solve了這兩點之後 我就說 第一件事要找L2的equation 然後 要找A的coordinate 我們先找L2 L2應該撿到分 就先撿了 The equation of L2 我們上課已經教了 就是y-1 over x-1 等於分數 正常來說 這條 就不會代負4 over 3 是非你自己喜歡玩死自己去計算 當然是代整數 容易計算 右邊已經要分數 但右邊可以用計算機解決問題 都還可以好 左邊沒有理由搞死自己 代0負2 代負4 over 30 對不對 都一定對 但問題是 既然一定對的事 為何要搞自己呢 有個容易一點點 用0負2去做 然後我們計算 Solpe 就是0-負2 over 負4 over 3 減0 於是我們計算 2除以負4 over 3 剛才說了2除負4 over 3 各位同學請你 督機 你督機一督 你會發現 答案就是負3 over 2 所以各位同學 有時候這個位置就讀機 寫色不要讀機 2除負4 over 3 2除以這個時候 你便讀機計算 於是 督完計算機 y加2 over x 2除以負3 over 2 不懂計算 不要緊 除掉的 刀機計算 當然可以2除負4 over 3 然後用電賭法 再去約數都可以 但可以在計算機做保險 好了 負號跟定一個 今次跟誰呢 今次很明顯是 咦 怎麼不斷退大 今次很明顯就跟 上面好一點 其實跟下面跟上面沒有分別 但我懶了 我喜歡跟上面的原因 因為上面乘小過 所以跟上面 負號 於是 2y加2 等於 負3 稍微小一點 所以跟上面好小一點 2y加4 等於負3x 這條是3x加2y加4 等於0 OK 所以其實 equation of L2就是這個 好 跟著找 coordinate of A 即是很簡單 梭經 equation 因為L1和L2同時相交 於是我們就用L1 L2 的 代入法 2x減3y 減19 等於0 跟著L2 就是 3x加2y 加4等於0 兩個方法做都行 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跟我們 如果你考試 有計數機的 請你用計數機 即刻出 x和y兩個數值出來 我們會當你對的 如果考試的問題 他不讓你值出的話 有機會中間有些步驟分 怎麼做呢 我們就教你 方法 這個數 用elimination method 會比較容易 即是用消源法 會用一個好 因為這條數 你會發現 為什麼我死都不用 代入法 因為很簡單 x和y前面 都有數值 不是1 一個是2 一個是3 一個是3 一個是2 它兩個都跟著一些不是1的數值 做substitution 是好法 一定會有份數 所以我死都不會做 有得選 只要我懂得做elimination 不會做錯 我就一定不會選 substitution 好了 怎樣做elimination 各位同學第一件事 說明消源法 消源法 就是說 我們要決定一件事 一息 要乘一個數字 二息要乘一個數字 乘完之後 我們要很清楚知道 其中一個未知數可以透過加法 或者減法 是消失的 而我們選擇 譬如舉個例子 先目的 是要令到x消失的話 即是我們要令x前面的數值 要一樣 二和三能夠令到它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們一息乘3 二息乘2 各位同學我們一起想的 因為兩者同時變6 我們就可以透過加數或者減數 令到其中一個未知數笑 要實了 所以各位同學 搞清楚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 是兩條式同時一起想的 一息乘3 二息乘2 你說阿Sir我玩大概一息乘6 行不行 行 你一息乘6 即是二六 一十二 十二x的話 麻煩你二息乘4 四三一十二 各位同學為何要教這些資料 我買了 你忘記大計數機怎麼辦呢 給你們有條數保住 OK 所以同學現在 配戴它 6x乘3 第二個數要乘3 9y 數字都要乘3 減57 等於0 這個是三息 二息乘2 6x 2乘2是4 4二於8 等於0 4息 精彩的地方是 為何要令到兩個前面都是6x 因為只有一個方法 我要透過加數或者減數 令到其中一個未知數消失 很明顯 當然是減數 6x減6x 就變0 即是我們會令到其中一個未知數消失 於是我用的是 3 減4 6x減9y 減57 等於0 減6x加4y 加8 等於0 順序減下去 6x減6y 即是0 不捨了 0 負9y 減4y 即是負13y 不知道的拿個計數機讀 不過有計數機就不用那麼煩 負57減8 負65 負13y 等於65 y等於負5 然後 5 15 變成其中一條息 譬如 into L2 L1 比例 即是一息 我們計了之後 2x減3乘負5 減19 0 即是2x加15 減19 0 2x等於4 x等於2 所以 A的座標 2 5 目標是 我們其實為何 Form 2要學兩條公式 兩個未知數 其實是為這件事服務的 中二為何要學這件事 就是我們要去計這一點的座標是甚麼 當我們計到這一點的座標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顏色 但我們考試是不會那麼好死 給圖 你看的 第三樣更精彩的東西 就是2-5 Sorry 我寫錯東西 想想都不對勁 畫下去這麼奇怪 是25的25 應該在上面 所以同學們 你會發現一條數字 就是想你這樣計的 就是 原來我們是用一個代入法 去計公式 所以你見到 中二的老師是不斷地操練你們 做很多操練的題目 令到你們去計到代數的方法 然後計到xy的值 但圖解法是說很少的 你記住中間的雙交點 就是兩條直線雙交的點 就是答案 其實為何說得那麼輕 其實這樣也夠 是因為 我們去理解圖 就是他們的雙交點 從這兩條equation 梳略出來 之後唯一的一個答案 就會成為 這條式 一邊計到的 座標 這就是我們今天最後要教的東西 很多Mathieu班的同學 為何我會想說 因為很多Mathieu班的同學 我已經給了一份功課 很多人回同學問我 如何找回這個雙交點 其實原來 Form 2的東西 忘記了 不要緊 所以同學們在你們做功課前 我想教你們這個 讓你們清楚知道 原來雙交點 就是我們代入 就是這樣做 其實就是還兩個equation 計算兩個xy的值 就是那兩個 直線中間大敲叉 中間碰到那點a的左標 就是這樣計算 好 就是這樣做的 好 做多個example 13的例 回回頭 做回上面 上面就很簡單 就是計算兩條線的雙交點 就是l1和l2 2x-y 等於1 1c 2x -3y 加9 等於0 就是2c 各位同學 這條數就無所謂 兩款都行 為何兩款都行 因為你會見到 1c和2x 2x直接減 就可以減得出來 已經可以做到答案 但我建議你們對齊 對齊的意思是甚麼呢 請你將1調到減1等於0 或者你將9調到右邊等於-9 都行 對齊它 拍齊它才做到加加數 是會容易計算好多的 但是我想教你們用substitution的方法 substitution 即是將代數 sub進去 然後計算答案 所以其實第一件事 從 怎樣substitution呢 substitution就是 將其中一條式的樣子 撿一撿 撿到它變成 x等於一件事 或者y等於一件事 這條裏面就很明顯 撿到y等於一件事 會容易做一點 將y調過去 右邊 1加y 將1調過去 減1 y y等於2x 減1 這條叫三式 我們用三式 不會塞到自己一 因為會變成一個最偉大的方式 所以就放在2那裏 我們濕到2那裏 那怎樣計算 2x 減3乘2 2x 減1 加9 等於0 這樣有什麼好處 我濕完之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 我不再出現第2個未知數 和剛才的消緣法做法一樣 剛才的消緣法就是 我們減走了x 剩下y 一個未知數 我們solve到equation 所以剩下一個未知數 所以同學們 什麼叫做一個成功的substitution 和一個成功的計算 就是我發現 如果你濕完數中 你還有2個未知數 那當然失敗了 我濕完之後的目的就是 要令到其中一個未知數消失 如果我濕完令到其中一個未知數消失不了 那我為什麼要濕下去呢 那就是自己計餐瘋 自己傻了 計餐死計不了 我們不會這樣做 我們一定是計一個 一定是濕完之後 你會發現 只剩下x 不會再有y 後面都是加減完之後 你會發現剩下y 它不再有x 就出現了 目的是 我們要令其中一個消失 但你消失哪個 沒所謂 你決定 你喜歡消失哪個 就消失哪個 誰以計就消失哪個 加3加9 等於0 負4x 加12等於0 12等於4x x等於s 計算第4色 那sub4 into 當然是3色 3色都收拾了樣子 y等於2乘3-1 所以答案是5 所以我們很快知道 我們看到 the coordinates or the point of intersection 就會是 3 我們就嘗試完 原來就搞了那麼久 原來我考試不用畫圖 我只知道這兩條線的雙包連結 就是sorbing 兩個inclusion 就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兩個example 計完給大家了 今天剩下的時間做些什麼呢 同學們先 既然我們是10點05分上課 去到10點45分 然後就break 10點55分 開始上這一節 然後我們40分鐘 即是上到11點35分 我剩下7分鐘的時間 同學們做些什麼呢 我不用你們來做note 各位同學 我說過今天禮拜有功課 同學們請你星期三交這份功課 星期三第20步的11點59分 請你交這份assignment 現在會出給大家了 那是什麼呢 我現在轉一轉個畫面 看看各位同學 是什麼來的呢 我先停了個meet的直播 現在可以給我另一個直播 好了 這個直播 好這邊 剛剛就出了那份 功課給大家 在另一邊看了大家 應該已經開了出來的 那功課 有兩份的 仍然是這樣 同學跟我講過一次 我做的功課都是 二選一 二選一 兩份到 你最好兩份 兩份你做完給我 我改了兩份給你 我開心 因為你真的去挑戰自己 你兩份都要做一份的 錢的是這一份 多點題目的 五條 但是 真是好錢的 因為這條呢 如果你明白了 我剛剛第一 和你做書裡面的題目的話 這份功課 一定難倒你 這份是很好做 很容易做的 不難做的 五條數 雖然是五條 第二份功課 我希望 如果有同學 真是 希望你們所好的同學 都嘗試做這份 因為這一份 甚至我建議全部同學 如果你可以做這份 我都更開心 這份更少 這份只有兩條 兩條你都給得出 給得出 因為這兩條 是以前 會考年代 的 一些 過去的題目 即是說 你們有機會 在公開時 都會面對 這樣的題目 不過當然 近幾年 就不會考到 那麼多部署 那麼多部署 因為它會 連同其他東西 考你們 如果你做到這條 這兩條 我更開心 因為其實你明白了 這個書做什麼 我更開心 但這份 這份好似少些部分 但這份是難很多的 不過 基本的 Write down the Coordinary of A and B 這個跟我們剛才教的第一堂 上面找AB座標是沒有分別的 Finder Equation of Bell 2 沒有分別的 唯一這裏 是牽涉多一點 你要計算長度的東西 以及一些雙交點的東西 下面這裏都是 寫下一個座標 這條仍然和我之前教的東西 沒有分別 找個Equation 沒有分別 找Coordinary of C 沒有分別 唯一不同的 BD的Equation 都是這樣找 都是沒有分別 唯一不同的 在這裏要找Coordinary of K 是要講剛剛我剛才你上了第二堂 計算那個雙交點 因為你計算了Cm的Equation 即是這條 你計算了BD的Equation 即是這條 兩條Equation剛剛雙交於K 那就是什麼呢 自己想一下 然後計算兩三百元的面積比較的 這個我都教過你們了 剛剛 所以你會發現這份功課 其實是容易做一點的 這份功課不是容易 這份功課是難的 這份功課是公開的 所以我鼓勵你們 兩樣東西都好 如果你們做完兩份給我 我很開心的 因為這個問題 你先打給基本功底 一些基本功 如何做一些處理題目 第二個 如果你們做得很開心的地方 就是 你能夠知道公開試原來 其實就是這樣做 我都會希望你做 所以我今天講不講下去了 剩下四分鐘時間 你們可以看看這兩份功課題目 什麼時候交呢 星期三交 我給你們三個時間 今天是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夜晚11點59分 夜晚11點59分 我們還有沒有課 我們是去到星期四個月才會再見大家 所以如果你有特別的問題想問 做到有問題想問 請你們可以透過一些電話 或者WhatsApp 或者過來 其實我的Signal也有 如果你有需要用Signal 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用任何一個方法 連絡我都可以 方便你們 的問數 今天是這麽多 我們請你們看一看這題目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可以的 做到有問題問的 也可以 如果現在看到有問題 不懂得做的 你可以立即問我 暫時是這麽多 我先關掉錄影鍵